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好哥好序列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好序列好哥 非常开心在线上跟大家一起分享 他出了一本书 叫做自负觉察 让你有点时沉浸的财富脑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来好好的讲怎么样自负 那什么叫做自负呢 自负其实 我在一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幸福文化就跟我说 好哥 这是不是要教人家赚钱 我说赚钱很重要 但是除了赚钱之外呢 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东西 是要管理稀缺的资源 钱呢 坦白讲的话 赚不到钱是我们的本事不好 但你钱是有机会越赚越多的 可是有个东西你绝对没有办法 持续不断的赚 那就是我们生命 是 而且这就是你的 看你的年纪啦 你那二十几岁不觉得那是稀缺资源 事实上他本来已经就是了 不管你几岁 对啊 他只会越来越少啊 对不对 所以说其实我那时候告诉大家说 这个对我个人而言在12年前 从大陆回来的时候 尤其你健康不见的时候 就算你有时间都没有用 听说你以前是个胖子 超胖 我那时候大概2012年 跟现在比大概整整重了应该 现在还好 因为我稍微重一点 该做重训 我那时候大概比现在重了22公斤 你会不会有很多人现在看到你 然后就说 哈 对啊 会啊 你是 对 我最夸张是我那个时候去大陆 是2007年去 2007年呢 到大陆 到2012年 回来5年时间 我胖了20公斤 所以在那5年是胖上去20公斤 又瘦回来22公斤 2007年其实是最好买房子的年 因为2007年那一年 大陆的房地产有下跌过 对 结果你 我那赚钱 我那是有买房子 你有买房子 你有买 那时候有买房子 所以 你看人生是不是决策很重要 决策很重要 你可能那个房子赚的钱 跟你 比你那几年在大陆 这个辛苦赚的钱 薪水多 对 而且那时候呢 坦白讲啊 就是除了赚钱之外 还把赚钱又放买房子 我觉得这个决策 所以我看到他讲说 有的时候呢 往好处想 就是运气很重要 但往实际上面讲的话 就是资产的配置跟学习很重要 很多人说一定要投资股票吗 我说股票是一种学习的方式 但你一定要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式 所以后来包含看房子啊 股票啊 我说这个都是人生的选择 人生的选择是一个注意力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 这本书叫纳瓦尔宝典 它里面讲到一段 我也把它放到书里面 他说如果找到你自己喜欢的工作 就不用再工作了 因为某种程度上面呢 你一直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你不觉得他在工作的话 你就越做越喜欢 其实我完全同意 我其实就是你看 好像别人觉得你很忙 但我没有把它认定为工作 我完全在淡薇姐身上可以看得到 包括你刚刚跟我在聊天 说你画的画啊 做咖啡啊 其实我觉得包含你的咖啡 都是你的作品 是啊 是吧 因为对啊 因为就不知名画家 就只好把它放在商品上 你看 我不管你画的好不好 你喜不喜欢 跟你喝的味道没关系 等一下 这个 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 所谓知名画家跟不知名的画家 某种程度上面 影响你的画家 在你生命当中留下 所以足迹的 这就是一个知名的画家 所以回过头来 帮我自己也喜欢画这个缠绕画 有时候人家问我说好哥你怎么不画其他的画 我说没有办法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画的画不像 我没有办法画很写实的画 你知道 你真的不需要 因为AI取代了 林布兰如果他活在现在 他也会哭三个月 你相信我反哭也会哭 所以我说 后来呢我就想说 我画画我不一定要画的很像 尤其后来有一个老师 他跟我讲说 没有人规定画画画画的很像 画画本身是一种抒发 所以他跟我讲完说 你要不要就试着拿笔起来画画 后来想说对啊 小时候涂鸦嘛 对不对 涂鸦呢某种程度上面 它让我心情觉得很愉快就好了 所以也因为那样的关系 我大概在五年前开始自己做这个缠绕画 所以把你的书里面的这个封面也好 或者书签也好 这不错呀 都是我的自己的简简单单的画 那个信物画的这个编辑就是说 好哥 反正我们在这里面讲觉察这件事情 真正的主要的重点是要对生命有选择权 觉察就是不要用惯性去活出你自己不想要的生活 有两句话我非常喜欢嘛 就是这个你到底是按照你想的方式活 还是按照活的方式想 如果某种程度上你活成这个样子 但不是你想要的样子的话 你要试着用不同的想法 这就是一个觉察的概念 所以包含画画这件事情呢 也造成我很大的一个算是启发 就是原来在画画的过程里面 除了赚到自己时间之外 有一天竟然可以变成我书的封面 这是你原来没有办法想到的 虽然别人可能没有察觉 但你自己觉得安爽就好 而且它变成你出书的目的 你就可以让自己觉得 我曾经留下过什么东西 而留下过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 什么观察呢 就像我看这本书叫做 通往财富自由之路 是李孝雅老师写的 他说人生最贵的 从来不仅是钱 是注意力大于时间大于金钱 而如果可以把自己的商业模式 有三种不同的选择 哪三种呢 一种是把自己的时间卖一次 比如上班打工 另外一种是把自己的时间卖多次 比如说出书 今天就算我没有在跟单若姐聊天 或我没有跟朋友其他聊天的过程当中 他看到我输了 等于是把我的时间在他面前重现一次 其实我做podcast跟单若姐做podcast 我想某种程度也上是一样的 就算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你不是赚他的钱 但你赚到他的时间跟注意力 其实我做的目的 很多人还跑来问我说 你怎么样做一个 就大家都会听的podcast 因为你会知道钱对你而言是一个具体的数字 可是你常问人家说 我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很红的作家 或怎么样做一个很红的podcast 你其实低估了隐形的力量 没错 其实隐形的力量 有一本书我可以推荐给大家 这本书也是摩根豪斯的一如既往之前写的 叫致富心态 因为其中有个小故事 书是很好 该讲的 这个致富的逻辑已经都讲了 但我觉得听到的人 也很少 你看完致富心态还来问哪只股比较好 现在可不可以进去 那你等于没看吗 等于没看 是不是 完全是 其中有两段 刚好我先呼应一下 这个单若姐刚讲的 每次人家问我说买哪只股票比较好 我就跟他建议说 去看一下致富心态 其中有一个标题叫你和我 就是摩根豪斯讲 你和我没赶快 你跟我不一样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是风险偏好的 还是风险比较保守的 我不知道你是要当日 玩当冲的 还是可以放一年 还放十年的 我不知道你台积电是100块钱买的 还是800块钱买的 所以当我觉得说好的时候 你不一定很好 这是第一个 而第二个 某种程度上面 对我个人而言 就像刚才单若姐讲的 你看到单若姐 她做了一个podcast 很多人听 然后其中有一段是 在致富心态边问 布莱德比特 布莱德比特非常棒的 他是演员嘛 他也是拿演员工会奖 大家问他说 哎呀你怎么可以拿到演员工会奖 终身成就奖 怎么可以拍这么多的好片呢 布莱德比特就说 啊我拍了这么多好片 你不知道我拍了更多的烂片吗 但是你也不要问我说 我怎么会拍烂片拍好片 他说没有一个明星会想要拍烂片的 我只不过知道我要持续不断的拍 我就会有一些是烂片 但也会有碰到好片 但烂片也是好片的机器 你至少要知道什么是好片 什么是烂片 你以为你一刚开始出来 你就有全力挑剧本吗 我做过很多 其实后来现在想想说 这些事真的不应该做 再浪费我的生命 可是那些其实是养分 就算是粪土里面就多了一点 蔷薇花也会开的比较茂盛跟鲜艳 对啊所以说其实后来 我不知道但我姐怎么看Podcast这些事 但你刚讲的话 其实蛮让我觉得有感触的 就是你不要期待说 一下子就能一飞冲天 它就是累积的过程 我大概做了前一年 但其实我做了没多久 因为我们本来就有一些旧的流量 旧媒体人旧量 但是事实上旧的媒体人到新的媒体 如果你还要用原来的思维 比如说我那里还是继续做来宾访问的话 我很知道 这不是Podcast的本质 他追求的是 如果他想听下去 不是我今天请了一个来宾 哇变得不得了 而是你横场里面 那条河里面 本来每天都有的那个东西 那只能是你自己的知识量 或者是你的他来听你的声音 他会变成一种习惯 他喜欢你的说服力 或喜欢你的思想 而不是很多人就是像在做收视率 因为我以前在旧媒体那么久 好我今天请到一个天王巨星 我请到张学友来了 你就做一集 我看你怎么样 你没有每天都张学友怎么办 那你每天又累得像一个那个 就是累得像条狗一样 因为你光在追逐这些 怎么都没有大咖来 其实自媒体只有个本质 来自于自 只有你是那个大咖 没错 今天没有大咖来的时候 谁来撑场面 其实永远是你自己在撑场面 这就是他跟传统媒体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像大伟姐刚刚这样讲 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是别人粉丝 然后我那时候听 不管是罗振宇得到 或者是凡书 我就觉得他很重要 因为我每天都想听他 所以我一定要一直被人家听到 算你觉得他讲错了 我还喜欢他 对你还是喜欢他 那是因为你不是喜欢他的知识而已 而是你喜欢他分享的方式 其实这才是自媒体的本质 这才是本质 没错 好我们待会再聊 好我们今天呢 在讲这个致富觉察 不过我每次跟好序列讲一讲 我们就会讲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上次还说到一台王阳明 这也是特色 我基本上觉得他是个伟人 对是个伟人 其实一个人就是很诚恳的在做自己 虽然他的想法跟他同时代的人都不一样 他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真正的光亮 对对啊 不过人都是过世之后才知道自己是个伟人的 对 但我们现在不能讲王阳明 我会讲很多 对好讲注意力吧 注意力大于时间大于金钱 对那一般人会问你说什么叫注意力 什么叫注意力 其实我先讲一个概念很简单 如果我常说如果一个人他在念高中的时候 或者念大学的时候 家长就跟他说你后最好去考公职 将来有退休金 我跟你讲 如果你的是一个自认为知识平庸 我觉得也就算了 但我不是说所有公职都知识平庸 但是你要了解你的个性 了解你人生想做什么 否则不管你得到什么 你永远把注意力放错的地方 那就很麻烦 因为那是你不喜欢不要 只要不喜欢就不会擅长 对啊 你不喜欢就不会擅长 就跟鱼去爬树一样 对不对 然后这个老鹰你就要游泳 基本上他就很辛苦 比如说你说有个公仆 他要有服务精神 他要喜欢 可是我看到很多 他考上了 但他没有服务精神 有没有 他做了一辈子 别人去跟他接触充满了怨气 民众充满怨气 他自己也充满怨油 真的 那这就是走错路了 真的是走错路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 我听到这个金凯瑞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金凯瑞 就楚门的世界金凯瑞 他也是去大学演讲的时候 就完全符合刚才这个 但我讲 但我讲这段 因为他本身 他爸爸是一个非常会说笑话的人 从小到他爸就很爱说笑话 就他爸后来在他们小镇里面 去当了一个类似行政跟会计人员 他问他爸说 爸为什么这么说笑话 但选了一个好像跟你自己天赋不搭的工作 他说了一段话 给他很大的一个印象 他说小孩不懂事 就找工作找稳当的 跟刚才公共园一样 找稳当的 要不然的话 坦白讲怎么能够养家活口 就好死不死 他爸运气不好 在那个小镇里面 只要他爸带过的公司都会倒 所以后来这个金凯乐就立定志向 说我这么喜欢说笑话跟我爸一样 我一定要好好去找一个 跟我志向相关的工作 为什么 后来他在大学演讲的时候 给出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他说如果像我爸这样子 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都未必会成功 那为什么不是是勇敢的 去做你喜欢的工作呢 你这个在婚姻的选择上也是一样 其实不管你嫁给谁 都可能离婚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要嫁给一个稳当 但你不爱的 对不对 我们就贪图一下金城武的美貌也好 其实我的思考一直跟别人不一样的 有一件事情你要感觉你值得 当然了 金城武要喜欢你才行 这个有一个大白话叫做 只有小孩才做选择 我连个都要 不过事实上是这样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的注意力 也就是你的时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但你要看做一件事情 值不值得喜不喜欢爱不爱 爱才会会呀 对 所以说到这边好 这为什么讲说注意时间大于这个金钱 每次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说你要觉察注意力很重要 有时候我就会被一些别人去挑战 说好哥你这样讲的就是 假逼你假逼给 我说为什么这样 他说因为你很闲啊 你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我基本上忙得跟鬼一样就没有办法 所以这时候我就会请问到他 我说你很忙的 他说对啊 我说我先问一下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你每天忙得跟鬼一样之后 在睡觉的时候 躺在床上突然舍不得睡觉 会觉得这是唯一一个非常平静的时光 然后把手机拿起来 想要刷短视频 他说有啊 我说你知道吗 如果你不刷短视频 你看一下好哥的书 看个五分钟好了 你可能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注意力 然后可以增加价值那个部分 我跟你讲有时候很多事很好笑 比如说讲理财好了 我就有一个朋友 因为那是很早以前的朋友嘛 那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大 当时呢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替小孩存这个类似基金 就是很点像那个ETF 存那种大面积的基金嘛 然后有一天我就发现他赚了三倍 在我小孩八岁的时候 但是现在我有把他赎回 但是后来有继续投 我永远不会停扣 因为没多少钱 那现在当然那个东西是赔钱 但之前我已经赚过三倍 我赚三倍的时候 我就通知那个小孩 跟我差不多大的 那个他是一个 这个不要说人家的职业好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赚三倍了 因为我每个月这样扣嘛 突然有一天 来还是三倍八年 但这个八年三倍我觉得 也不算非常好的 我老实讲 但是这就是时间的力量 理财是一种复利的作用 然后你平均你的成本成本很低 虽然一路很沮丧 但是突然他大涨的时候就赚三倍 然后当时我就把他赎起来 我就把他 因为我觉得那个长得也有点不合理 我就去让我的小孩 当我的那个上海房子的股东 然后我跟他讲的时候 他说啊 有这件事 我说有啊 你当时很认真拿笔记本来问我 我跟他说我在这个 我说那你也就将就投吧 如果我 其实我一个月才帮小孩投 我帮小孩投一万 我说你如果装满 定期定额 对定期定额 三千五千 然后都 避免你不要理他 反正你也不缺这些钱嘛 你就当成买了一个 多买少买一件衣服好了 没错 他就跟我说 哎呀 我忘记了啊 原来他第一开始的时候 他有投三万 后来他都忘记 后来讲一个理由 他其实心里觉得很难过 因为我告诉他说 这个三倍 你自己想就是说 如果一个月一万的话 八年嘛 九十六万乘以三 就是将近三百万 没错 他就跟我说啊 他说 哎呀都怪我太忙了 我心里想 你在忙什么是不是 对 其实我这个也很坏 我就跟他说 不好意思 这个就让他这样 像虾子一样的扣 忙什么 还有 我真的很想问你 你有比我忙吗 其实我当时跟那个谁 黄大名讲 他就有一天 他就被我问呆了 他就说 我说 你要不要看哪一件是重要的先做 小事你就先不要做 我就说 你一直说自己很忙忙的 很透支 但其实我也没有觉得 你做了什么大事 当我这样诚实的时候 他真的 他说他回去反省了很久 对 什么事该忙什么时候不该忙 你如果就一直都在锁碎 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那无限的星辰上面 一些小星星你就看不见太阳 没错 我们待会再聊 好这本书呢 是好序列的致富觉察 好啊 其实像刚才这个姐姐在讲的过程当中 我就说 很多人都说除了赚钱很重要之外 赚到自己时间很重要 然后问我说 好哥那如果说赚到时间之后 你要干嘛 我说你想干嘛就干嘛 因为坦白讲 所谓赚到时间真正的关键 不是有了时间之后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 而你要该怎么做呢 你要把助力放在这里面 有非常重要的关键 你必须持续不断的尝试 因为很多人说 哎呀 好哥我有了时间之后 我就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说代表一件事情 第一个你可能真的没有时间 时间非常短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尝试 那好哥为什么要尝试呢 我说如果你没有尝试的话 你不会有选择权 很多人都会讲说 哎呀 好哥你做了这么多工作 你怎么知道你要喜欢什么 我说就是因为我做了很多工作 我才知道我喜欢什么 对呀 是吧 如果你从来没有选择 成功是有很多失败 的阶梯堆起来的 对呀 我说你如果没有 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话 就代表你根本没有 给自己选择 所以有两句话 我对我自己影响很重要 我说想要有一个好选择 你首先要有很多的选择 而这句话 跟我们小时候听到 滚石不生胎 我不知道滚石不生胎 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但就我小时候 听到我爸妈跟我讲 就是你不要随便换工作 当然我们是这样的教育 现在教出来 但因为那个社会 相对现在 它是比较固定而少变化的 他没有太多选择性 他以为 以前我们的上一代以为 就是那个切片 那切片等于永远 但其实你现在回头看 每个人把切片当成永远 然后想固着一个形态的人 全部都是在 时代的极流中失败了 对呀 因为没有办法 因为以前的话 坦白讲 这个选择性不多 所以那样的一个思维 是OK的 可是现在目前的话 选择性太多了 你从来没有办法 告诉一个人说 在20年前 他可以想到有一天 会有所谓YouTuber 或所谓Podcast 但你也没办法想到说 有一天 这个淡如姐 他除了自己会画画之外 每一天做这个Podcast的封面 都从Me Journey去做 Me Journey没有出来 你没办法选择 你要等他选择 你要等他出来之后 你才有办法选择 而这个选择 是因为你看到了 而你看到之后 你要知道 你的时间是可以放在上面的 而这个就是注意力 所以从觉察到观察 它是一个让自己 多有选择的一个机会 而千万记得一件事情 当你有选择的时候 不要放弃这个选择 你要靠近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 他自己没有机会 其实不是这样的 而是当那机会出来的时候 你的确没有觉察 你先拒绝 对你先拒绝 其实买房子也是同样的道理 不是吗 一样一样一样 你要愿意啊 你如果不愿意的话 所有东西跟你无关的 我记得我32岁的时候 就有人知道 去参加体验三项了 然后那时候 是一个25岁找我的 我就拒绝了 为什么 我太老了 对对对 我太老了 我也说过类似的话 然后等我后来啊 去参加体验三项 是我46岁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找我去参加老大哥 是大我14岁的人 然后他跟我讲 参加体验三项 我就跟他讲这段故事 他说 你没有听过一句话 叫做老无老以及人之老吗 我说上面艺术 他说这句话 台语说老坊老 有人比你更老 他说不要用老 来当做你的限制 所以我46岁参加这个铁人 然后到是 49岁的时候 完成226公里的铁人三项 那时候别人找我参加的时候 才51.5公里 然后等到我40岁 50岁的时候参加226公里 是因为我观察到不一样的人 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要不然我会框住自己的脑袋 你知道吗 我问你226 那个反正你截止要跑一个全马 那他有限定时间吗 有有有17.5个小时 全部加起来 我看一下 他等于是3.8公里的游泳 再加180公里脚踏车 然后再加上42公里全马 80公里的脚踏车是平地 180是平地还是 平地 有小坡在 我是跑 有的是有坡的 但我是在台东 台东的那个 整个沿海步道的话 他90公里来回两趟 差不多将近 这样就180了 180 一趟90公里 用跑步的人来估180 觉得很远 骑脚车还OK 所以两趟 到最后跑那个42公里 是在马哼哼步道去跑 我觉得226 因为跑到下午 比较凉快 如果是113 刚好是正中午的时候 跑那半马 反而辛苦 113公里 因为从早上开始 因为你大部分都是骑脚踏车 我骑脚踏车 就把他吃掉了 对 骑脚踏车吃掉了 所以其实 我那时候呢 完成226 对我个人而言 是一个你想象不到 但是你做到的那种成就感 所以从那一剎那开始 我就告诉所有人说 不要先说 这个做不到 有两句话呢 这也是给我这个老大哥 被激励出来 他说悲观的人永远正确 乐观的人永远前行 你想想一个人 这练习有多大的差异 我以前是一个体育障碍生 我知道你跟我讲过 你看可是现在 比如说是你说伴马 我今天想说伴马讲什么 随便举脚就跑得完 你看 踢巧气人 我当时 对 Worry的时候是18岁 可是现在多大了 我竟然想说 那就伴马吗 有什么好说挑战呢 没有啊 对啊 全马有什么关系 但我刚才讲226的时候 我已经看到淡如姐她眼神像说 有点想去 正在姑娘 有点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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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多夸张 我觉得人都是这样 人是旁边这个model 会推着你走 CT Challenge 今年啊 在报名的过程当中 早上有人告诉我 到了中午 我想去报名 是额满 明年4月的 不是这种 就是有钱又无聊的人 真的很多 你知道吗 像我们马拉松 虽然我那个六大马 有很多 就有一半以上 我都是跑虚拟的 因为就在疫情的时候 他有提供虚拟码 没有办法直接到那线 所以不然没有疫情 我可能还拿不到 那六面牌 你知道 超厉害 那可是 当然人家会觉得我们不算了 但是其实我是真的 像波士顿 如果你要什么 什么四个小时 我真的跑不进去 不可能 不一定 说不定 我现在说不可能 我80岁竟然跑进去 可能啊 我就说 等我年纪大一点的话 至少那个标志往下降 我就可以超超越了 对 我最近啊有抽中一个日本什么传统马拉松半马 然后本来想要去度假顺便跑一跑 而且纪律那么少 我竟然抽中了 10月20号 这样子啊 很难抽是不是 那个很难抽 那个你知道吗 这些无聊的有钱人 你看我还是这样说人家 他们都付很多的钱 比如说东京马拉松 你可以付十几万日币 就是两三万的那个名额 而且那个名额还一下子就满 英国马拉松竟然可以给你收个八万块台币 不包含饭店 可是你看看 这些人大家是有多无聊啊 你要是不跑马 你一定会觉得说这些神经病 干嘛 对不对 跑了半死 搞不好还伤膝盖 结果呢 为什么不去购物 在那里 还有有时候像我去跑柏利马斯 哇下大雨 我真的也觉得我是个神经病 但神经病回来之后 我们就觉得感觉不一样 对就他就想说 那我再报哪一个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大夫姐你知道 这个东西是我有很大的一个感触 什么感触 因为有一次我听 这个萨古鲁是一个印度智者讲的 他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 别人就问他说 请问生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萨古鲁先生怎么告诉我 就萨古鲁立马访问他 很好笑 他说生命没有目的不好吗 然后讲完之后 他说我不是告诉你生命的目的 而是我们出生那一刹那开始 每一个目的都是死亡 真正的关键是 你有没有好好去感受 你生命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 做一些你从来没有做过 但是可以感受的事情 其实这句话讲得很好 那就是什么 那个东西叫机会 机会常常是 不是一来的时候 而是就在你旁边 一个又一个的过去 但是你竟然一个都没有抓到 真的啊 所以你看我二十三十二岁的时候 没有跑铁人三项 结果到了五十岁的时候 完成二二六 这对我而言的话 是一个饶天给我最大的礼物 我完成全马的时候是四十八岁 之前连一百公尺 我都觉得哎呦 为什么要上体育课 所以人生是充满可能 我曾经说我会得世界冠军 只要我活到八十五 全马又跑得完的话 一定 一定会冠军 我陪你 那你要活到那时候 一定 要活得够久 这是好序列的致富觉察 他讲的三个财富 就是注意力大于时间 大于金钱 那其实有时候就是 你把注意力摆错的地方 就很麻烦 或者你的注意力都太急功耗力 你反而看不见你真正的资产 对啊 尤其说像我们说 刚刚讲人生生命的真正目的 从来不是急切的去跑向死亡 要不然大家目的都一模一样 真正的关注是要享受 每一分每一秒的话 这就是为什么查理芒格讲 说人生最大的成功跟幸福 是要两件事情 第一个活得够久 第二个是不做蠢事 我发觉他在讲这两句话 说因为他这两句话 都在他这个蒙格制造 跟蒙格智慧里持续不断的出行 我觉得很有道理啊 因为如果说你不做蠢事的话 你才有机会活得够久啊 对不对 因为坦白讲的话 就像我那时候大陆回来 我就发现在赚钱的过程当中 你常常拿到自己的身体做伤害 是 熬夜啦 然后不能讲酗酒啦 就是别人给你喝酒啊 你不懂得拒绝啊 你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把身体给伤害的话 其实就蠢事 就算你赚到了钱 第一个你健康立马没有 而且会让你将来活得不够久 不过你要有这样体悟 也是因为蠢事做多了 才有体悟啊 所以你要比较 比较之后 你要知道怎么去觉察修正回来 你才能有机会在不做蠢事的过程当中 让你活得够久 其实你这个三个财富说说的很好 我每次看到有人说 跟我说我从小就立志要有钱 不管你讲多奋斗 我终究就知道你会失败 如果你的目标只是放在钱上面 我不是一个反那个反公利主义者 也不是一个反财务者 可是如果你只是看到钱上面 那你就像个无头苍蝇 就看到那个哪里有腐败就去钻 那你绝对是赚不到钱的 对 这个东西其实就像刚刚这个弹卫姐讲的 对我个人而言 我以前也是放在钱上面 因为我从小就是家里 爸爸很早就过世了 所以钱对我而言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可是回过头来 就是这本书特别提醒 我自己也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钱很重要 你要先喜欢钱 但钱是拿来买东西的 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就要买回自己对生命的主导权 你要把它当成是你的工具也好 伙伴也好 仆人也好 而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 是这点对于这种快退休族群更重要 他们每天都在想 我什么时候有被动收入 然后财富自由 结果呢 好 就算等你有了被动收入了 你的人生陷入一个常常的无聊 因为有了时间你还真不知道 不知道该干嘛才好 除了这个时间拿去拿我的命赚钱之外 我还真的不知道我哪里有用 是啊 是不是 所以说退休 我自己是这本书里面 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 尤其什么叫退休呢 我以纳瓦尔宝典一句话跟大家分享 他退休绝对不是你领了退休 经65岁之后 待在养老院里面 体弱多病 看着窗外的蓝天跟阳光 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做 还有人力志 住在医院旁边 是啊 是不是 对啊 就急救车可以最早达到的那个地方 对 所以退休是什么 方向搞错永远错 对完全错 所以他退休什么定义呢 退休是不为想象的明天牺牲今天 从今天开始 你就可以过退休生活 只要做你想做的事情 尤其后来我讲一句话 我说退休是不为想象的明天牺牲今天 因为今天是你余生最年轻的一天 所以什么时候退休最好 退休不用24小时 我现在跟大家聊天我觉得我享受当下我就退休了 其实我也在退休啊 是啊 因为你在做喜欢的事情 我再也不拿我的命去换钱 除非我喜欢 对不要拿命去换钱 要拿钱换命 这件事情要大家只要想清楚之后 你去享受钱带来的好处 这件事情的话 是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 其实这个也是沉默成本的概念 像你在这张写 我觉得这句话大家只要记得 就比较少人生的犹豫 就是过去的投入 如果不能创造未来价值 那你就让他过去啊 想些什么 无缘的爱人 结束的婚姻 被fire掉的工作 你回头干嘛 是不是 你要看向未来 然后每次跟人家这样讲 要说你好无情 是不是 对啊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可是这个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你要看过之后 体会过之后 你才知道过去就真的过去了 真正能够掌控的 所以老实话 包含未来你也不能掌控 你能够感受到当下 每一个当下会变成很好的未来 而过去呢 从来不代表现在 因为你永远有办法 去让现在呢 过得比过去好 要把过去拿掉 你就会觉得很好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真的不是年龄的问题 是思考的问题 思考的问题 但很多人都是要等到 我们就是你就退休吧 等一切败坏的那一天 再来思考自己做错 那其实就算你财富来得及 你的时间也来不及 时间来不及啊 你时间来不及啊 你身体跟不上 那就很可惜了 所以早点在乎自己的时间 早点在乎自己的健康 每天就算是五分钟 在乎自己的健康 你累计起来 一年也有1800多分钟 所以其实那时候 跟我老婆讲 说你不要每次都跑30分钟 跑五分钟就好了 跑五分钟呢 五分钟就达标 然后超过五分钟就超标 人生会非常愉快 可是你会越跑越多 我不骗你 他就这样 今年就完成办法了 你看看 所以我就很开心 好 那我们等一下来讲 四个目的了 什么叫良有良好 我觉得他的书的长处是 他可以把一些概念 也用最简单的方式 然后举例介绍给你 我想这就是大家需要的 没有人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写财富论文 或投资性的论文 那你其实只是要 老实说你干嘛要财富自由 你就想要做自己做的事 那如果你现在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 就慢慢的蚕食惊吞 而不是全副时间去做 那全副时间都是你的想象 没错 老实说你全副时间做啥事 你也会变成很无聊的一个人 就像你每天叫你跑226 你的喜欢就会变成不喜欢 我就死掉了 偶尔跑一下就自己拿来炫耀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这个四个目的 好我们来讲四个目的 好啊其实是个目的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别人会问我说 好哥你这个觉察观察跟洞察 虽然很重要 但是你们跟我分享一下 这个致富到底是富什么东西 那我说这个富 其实我没有跟他讲说有钱 我讲的是富的原因 是因为富我喜欢这个字 有两层含义 第一个呢 它是一个福气的福的古字 第二个话它有个宝盖 这就是我2012年的时候回来的时候 我说很多东西 你就算赚到钱之后 你总要想要跟别人分享 而你要有能力分享 想要分享 这个最终的目的可能是回到家 这个宝盖头有家的味道 所以用大白话来讲的话 我说致富的目的就有四个 这是良友跟良好 哪良友跟哪良好呢 第一个你要有钱 没有钱的话 基本上凭借夫妻白事 没有钱的话 你就没有资源去买你想要东西 第二个就跟饿一样 你如果饿的时候 你永远只想到饿 对我就要吃东西 这就跟没钱一样 没钱的时候 你看到限制都叫做没钱 对所以你一定要赚钱 你要拼命去赚钱 认真去赚钱 所以有钱 这第一件事情 有闲很重要 因为这就是拿钱 去买自己的生命跟时间 第三个更重要 我说这四个 它不是一个先后持续 是同样都要放在你心目中的 第三个叫做好健康 因为健康我常讲说时间是人世间最重要资源的量 健康是人世间最重要资源的值 这质量基本上都有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支配的时间 这就是好健康 那第四个叫做好关系 不要赚到了钱之后 跟身旁所有人都反目成仇了 甚至跟所有家人基本上关系都远了 那叫一降功臣万苦哭 所以有钱 有闲 好健康跟好关系 大家去思考一下 如果这四个东西在你生命当中 它是一个同时平衡发展的 那对我们个人来言的话 你才不会赚到钱之后 你会有遗憾 我觉得绝对不要赚到钱会有遗憾 这才是一个负的概念 而这个负呢 某种程度上透过这四件事情 我体会到对我个人而言 是除了富有之外 还要富足 这就是我那时候在讲赚钱 跟大伙姐聊的 因为别人说 哎呦这家伙就说我了 是赚了钱赚够了才回台湾 赚了够了之后才回来照顾自己家 我说对 除了你要拼命去赚钱 赚够之外 你要知道什么是够了 对 当你知道够了的时候 你才会把钱放在天平 这四个当中的平衡的状态之下 还要掌握自己的时间 还要掌握自己的健康 还要掌握自己的关系 先要赚够 然后知道够了 你才会除了富有之外 还有富足 我也用这个富足的概念 跟大家分享 我非常喜欢的查理芒格讲的 人的幸福从来不是拥有的多 而是期待的少 你可以拥有很多 但当你期待的少的时候 你会有更大的余裕 所以有一个财富自由的公式 是我最喜欢的 是这个古典老师 大陆一个专门做职场资商的古典老师 说他说财富自由 他自己觉得是个伪命题 他真正的从来跟钱不是绝对的关系 其实是自由 自由等于能力减掉欲望 如果用钱来讲的话 今天好个如果一个月只赚三万块钱的能力 但是两万块钱的欲望 我觉得有余裕 我花两万块钱就好了 但如果今天欲望稍微高一点的话 你提升你的能力 你多赚一点就好了 所以自由等于能力减掉欲望 什么概念呢 能力不高降低欲望 欲望掌控在自己 欲望如果很高 提升能力 能力掌握在自己 所以你说自由就自由 但我跟你说 我觉得欲望是不能控制的 它是一个慢慢形成的一种氛围 就好像我用你这个标准来说 我老早就财富自由 因为我真的花的很不多 可是我觉得你很自由 对啊 所以我就说 我很早就财富自由了 我也觉得你很早就财富自由了 因为真的花了不多的人就自由嘛 对不对 像我觉得现在我的生活 你问我喜欢什么 我在家里就跟猫说话 然后跟这个朋友 用讯息保持联络 他们知道我也不是个爱吃饭的人 然后呢 自己在家里煮东西吃 还有在家里画图 来去念念书 跟同学混一混 其实很好的 但我后来发现 比如说跑步花得了你多少钱 除了很多马拉松贵一点以外 就是其实你可以在外面跑啊 所以我后来发现了一件事情 真正我喜欢的事情 都不是那些跟别人比的 所以你欲望很低 我欲望很低 你欲望很低 我自己看书喝杯咖啡我也很开心啊 你超级有余 你早就财富自由 你的欲望其实很低 你的欲望基本上就是做你想要 但快乐不花钱的事情 是因为那个是行程 有些人一定要大花钱 一定要拿薄金包 可是我不这么想啊 所以你自由了 但我也有钱买得起 只是我并没有要买啊 对 你想要很多需要很少 对 所以你只要想要 而且我喜欢那种让你自己眼睛发光 然后就是让自己进步的东西 开心 那你老早就自由了 老早就自由了 对 好 所以说提供给大家 当然啦 住的房子还是要有的啦 被房东赶你就不会自由 我不是在鼓励新清安 但是我是在鼓励新清安的 这个贷款去申请者 你买一间是可以的 拜托 怎么会突然变成三间呢 对 想自由就自由 希望大家都能够过上财富自由 能力大于欲望的生活 好 这本书是好序列的致富觉察 谢谢 谢谢 拜拜 请继续收听王瑞瑶超级美食家